大家好,我叫艾倫 然後我今天來分享第十章 Web Talk 學習的部分 先介紹一下Effed Life 是線性神經院 那這個其實跟我們第三、第四章去看的那個感知機其實 其實沒什麼差別 那差在的就是後面的話 感知機的話是 output出來的結果不是1,就是吐1 那這邊換是線性的 所以它其實就是線性神經院這樣 然後其實就差不多 因為我們這邊要是 我們後面討論的話我們的 input 的部分 都會只有兩個 一個是T1的T2這樣子 可以看到說它的結構跟第三、第四章差不多 那右邊,右下角的話它也是有一個決策連結 然後我們這邊會用軍方誤差的部分 那就是大家平衡在用的NSE 那P的話就是 input 的 然後TOS target 然後左邊這邊的話就是它的權重跟BIOS 然後這邊的Z項量它是P跟D 那這個是因為它右邊這裡 它就是要變成公式這樣子 所以它這邊就是 對,A 這是它的 output 然後WP 然後加B 然後這邊它有一個E啦 所以它沒有寫 那這邊右邊又是更簡化的 然後下面的話就是軍方NX的韓式這樣子 就是它的期望值 那它基本上就是T-A然後平方 這樣 那 呃 後面 我們就是中間 我們大概的慢慢把公式帶一下這樣 對 然後這邊就是把剛剛的平方展開來這樣 那這邊 這邊的項啊 其實就是我們 看一看D8章其實還蠻熟悉的 就是 二次函數的部分 TD的話它就是H 然後 ED的話它會轉成是R這樣子 跟D8章其實差不多 對 那這下面是簡化的 然後 它就是 二元一次 二元一次 二元函數的一番式 這樣子 不過它這邊會跟 它跟D8章的不太同 就是它的D是-H 然後A是 A等於2R 那它SUPER裡面呢 它這邊 A的話就是 黑神主證 那它這邊 R的部分 它是叫 相關主證 然後 我們這邊直接求T度這樣 然後 這邊T 求T度的話就是 D加AX 然後 剛剛的值就把它 就代過來 那這邊就是-H加2RX 然後 T度 我們就T度 等於0 然後去求註點 那 那 這裡 它就是說 相關主證 如果是正義的話 就是 它就是一個強級小解 那這個也是 其實也是 第八戰內容 所以我們都算 在誤習 對 那它這邊AX就是它的 最佳解 然後 這邊講一下 最小竹端 那 其實我們前面要求 最佳解的話 要去算 H跟R這樣子 那 其實 直接算不太實際 所以我們這邊就用D9戰的最速下降法去求值這樣 那 這邊是給我估計值 然後 這邊就是每次的疊代 就是去求它的T度 那這邊就直接做微分 那K的話就是看你做D幾次 它就是DK次 然後 它其實 它其實就是我們 就是 如果單個單個樣本的話 就是 水極體度下降法這樣 呃 右邊的話 右邊這邊的話 是把 它是把那個 就是 我們那個 我們剛剛的公司拆開來 那上面的話就是 選中的部分 那下面 R-1的部分 它是BIOS 然後 這邊的防守 這邊是公司的部分 那這裡的話 它是球 它這邊沒有去D 然後它是算後面這個項 那到這邊的話 它是把 一樣是把這邊展開 然後直接對 W 球而微分 那 直就是 負P 然後還有一個是 R-1的B 然後也有對B做微分 那答案就是 呃 結果就是負P 那 呃 這邊又 嗯 它這邊就是跟剛剛的 V 是一樣的 它Input的部分是 P跟1 所以 我們這邊又做一次 好就是 就是 上面剛才是我們得子 然後這邊直接 帶進來 那這邊就是負P 然後這邊負1 然後把它簡化成 Z的話 然後就變成 最下面這個結果 負2 1 括號K 然後1 括號K 這樣 那 我們記者這樣 有上 最快的 才這樣吧 然後 它這邊會有個 A值 對 它這邊是我們剛剛 微分的部分 那剛剛的公式 直接帶過來之後 就是這樣 它 要再 吸一點的話 也是可以把它 再拆開來 就是W跟BIOS 對 這就是 LSM 最小均發 這樣子 就是 蠻簡單的 好 那我們這邊 談它的收電性 呃 我們剛剛有提到A嘛 那 那怎麼去調一個A 讓它的學習 比較穩定 那這個 我這邊直接下的結合 就是 這邊是我們第9章 得出來的公式 這樣子 然後 這裡的話 結合我們剛剛的LMS 算法 那我們這邊 直接 就是 找期望子 兩邊再開來 那這邊 又是要 把 展開來 然後 這裡的話 這裡的話 有做一個替代 就是這邊是 X 的轉字 然後 V 這邊的話 直接 轉成 V 轉字 然後 X 然後 它會這樣替代 是因為它的 它其實 它的結果都是成亮的 所以可以 可以 可以做這樣子 那到這邊之後 又是 其實是我們很熟悉的 就是 TZ 然後就是換成 H 然後 DZ的話 兩個input的話 它就是R這樣 然後 然後 大概代代 就把 中間2AH 代出來 然後這邊 剩下的 E的中包號 APEX 獨立出來之後 剩下的 這邊就是 就是 巨大集 好 好 那 這邊又是D9家 就是 那時候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 1-2AR 就是特徵詞在 單位園內的時候 它的系統是穩定的 那想一想的話 就是要回去看一下 D9家的附路 那總之就是 呃 它會有 這個詞 那 呃 復習一下就是 這邊 這邊1-2A 爛打的話 它原本是從絕對值的 那因為它本身 如果 符號 蓋住的話 它是正義的話 其實它就是 沒有意義的 因為 它會變成是 IgonView 不是0這樣 所以它這邊 要是-1的 它才會有意義 然後 就 到中間 那下面的話就是 跟我們剛才前面 呼應的試驗就是 R的 -1 四方 乘H 然後就是 最佳 AX 比較 AX 那 這邊就講說 我們 EDITI來的 綠波 它是 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講應用的部分 我先提一下 這邊是 TOTAL 延遲線 它跟RN沒有關係 但它的 Input 就是 Input是連續的 那如果我們舉這邊的例子 假設Input有三個的話 那它就是 呃 單前的Input 跟 三個 跟三三個Input 然後一起 換到Filter 裡面去 它放到綠波器裡面 那 書中是提 EG 就是 腦波訊號員 它要去一些雜訊 但是它這邊 呃 是講 就是 比較偏 感覺比較偏 訓練 它沒有講說應用 沒有應用的細節 沒有講太多 那我有上網看一些 EG的東西 但是它很多就是講本子 比較少 少去講說它怎麼去 弄 呃 我這邊大概的會講一下 這邊是它的鐵貼 然後我再會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讓大家比較好去理解 左上這邊就是 EG 呃 發出來的訊號 那 這邊是Nois 最後兩個Builder 這個的話是 Nois Builder 然後這邊是 Adivity Builder 呃 EG 會傳出S 之後 這邊Nois 會有兩個 一個是M 那這邊加起來就變T 然後這邊 經過這個Builder 它是A 那 T會去-A之後 它會得出E 那基本上 這個E它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 訊號還原成就開始這個S 這個是 這個Builder 它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 呃 為什麼會兩個Builder呢 那 就我自己理解的話 我是覺得說 是 當Nois 就是說 我們現在Adivity 它要去學這個 Nois的Builder 那這個 它這個Builder是幹什麼 就是說 呃 有些可能有些訊號 有些雜學 我不是學 訊號學的 那我自己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 有些雜訊可能 比較輕 就是說 它的頻率 或它的 很難去偵測 所以 我猜這個Builder 它就類似是訊號翻大器 就是說 呃 可能噪聲是 那 我們把他翻大變成 日日日 之類 那這樣做是要讓它的 Noise 去很好 更好去補貨 那 Effectivity 他在做的事情,他就是要去模仿這個 ノイS的FILTER,可是呢 他不會,就是說,他針對於ノイS 以外的訊號,他不會有 他不會被觸發,或是他不會被激活這樣 所以實務上,假設我們是去 打OK,唱歌好,然後 我拿麥克風,再唱歌 那旁邊可能周邊會有一些朋友在講話或其他雜訊 那這個麥克風他可能要 他想要去濾掉,就是說 剩下我的歌聲,那他 他做的是不是 可能歌聲從這邊出來好 然後也是兩個FILTER 那第一個這邊的話,他會去 他會去濾 他的結果會是,我的歌聲跟一個很大的 很好去偵測的Noise 很好去補過的 那這邊出來的話就是 是放大的Noise,但是他不會有歌聲 然後這兩個結果出來之後再做相檢 那得以去把這個 Noise去濾掉蛋 就是我的理解 然後如果有 雙能學訊號學的話 有什麼他都可以 都可以幫我來補充這樣子 那 這邊是 維基百科查的 就是 如果前面比較不好懂的話 就是比較 好理解 這可能跟我們一些其他 大家想像的事情一樣 就是 AKS的話是Input的值 那D的話就是 他乾淨的東西 那B的話 他就是 弄成這樣子 那經過這個FILTER的話 他會 他照理來說 要把這個D去掉 然後他會去跟真正的D去 對照出來之後 得到一個E的誤差 再回去更新他的FILTER 這是比較簡單的例子 如果對前面有困惑的話 也可以看看 參考這個 然後 那他其實書中的話 他把這個公式都有 一步一步帶 但是 因為太繁雜了 所以我們這邊 就不贅述 然後直接講結論這樣 呃 他會有兩個 就是EG 然後他的性質是 負0.2跟0.2的區間 然後他也會弄直 那大家要注意 就是在代公式的時候 他們其實 他們是 獨立的 然後均值是0 對 然後 這邊也是直接下決論 他其實也有去講 也有去 從ItemFILure去推 A 那我們現在直接 下決論 就是他求出 A是0.926 那可以看到說 他的 收斂式穩定的 直播到最佳結 這樣子 右邊這邊的話 會有兩個訊號 一個比較 波動比較 震度比較大的 那個是 Output出來的 訊號源 那比較平穩的 他就是 乾淨的 那可以看到說 他經過這個 FILTER之後 他到前中這邊 差不多就已經 已經跟 乾淨的 訊號是差不多 混合的 那下面這邊 就是他們相減的結果 然後還有一個地址是 回聲的消除 那回聲的消除 就應用在 電話 就像我的聲音 到你那一端 然後 你的聽的部分 有一些我的聲音 到了 你講的那一端 那傳回來的話 就變成 對我來說是回聲了 對 那這邊他沒有去 他這邊 就直接 講應用的地方 那 雖然我不知道怎麼訓練 但我大概直接講 他是怎麼做 就是 呃 我這邊的訊號傳過去了 然後我會兩個分支 那第一個的話 是 Adaptive Builder 就是 他會去 把我的聲音 Output出來 他會去評估說 我這個聲音大概會造成 怎麼樣 那右邊這邊的話 是 就是我的聲音到你那邊去 然後跟你 你講的話 混合在一起 然後傳過來 那這邊會去做相檢 那回到我這邊的話 就是 就是沒有 沒有回聲的 應用是這樣子 然後 我有看到一個 我上網看一個 正大 他的配合是講這一塊 但其實概念差不多啊 只是不知道 他下面就是用假 好想其實 應該 跟我們前面剪的 是一樣的 只是 可能 我們對應用學不熟 所以我有猜 他們是其實 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發告到這邊 感謝大家 謝謝 我們有什麼問題 大家都在複習前面 有問題嗎 是 不是 不會很空虛 有人問你嗎 沒有 就這樣說 OK 谢谢大家